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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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咖的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等影个人咖啡》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谈谈 在长期的防疫的生活变化之下 我们如何去照顾自己的情绪 不过目前看来的话 如果以全球的状况 即便台湾一直都是比较安全的 可是如果国际上面一直有变化的话 我想维持这个警戒 也许至少会还要两三个月 甚至半年 那这样的状况 很多人开始有一些焦虑 或是情绪上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 然后同时能够经过安全 跟一定必要的一种提高警觉 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心理健康搞砸了 我想有几个原则 首先是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下 你是属于比较谨慎 小心的这个端点 还是你是属于比较 不想要承受太多的焦虑 然后比较想要放轻松过日子 哪一个端点比较接近你本来的性格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人在这种状况下 最困难的是活在中间 所谓活在中间 就是有一定的谨慎 可是又不会太紧张 那这种状态是怎么达成 它需要很大的意志力 很大的智慧 还有很大的定力 怎么说意志力呢 我想在现在的生活当中 如果大家要能够过得安定的话 你必须要很小心你的生活安排 你要知道哪些地方 可能你会接触到一些不明的 习菌病毒啦 那怎么样的东西买回来 你要有那个知觉 例如说外面的包装袋 你要怎么样拆掉 拆掉的时候 如何拆好了之后 把手弄干净 什么时候要洗手 什么时候要戴口罩 如何去上班 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比较安全 如果你必须搭乘 大众交通工具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流程 那大家都可以发展出自己的方法 好好的去遵守 然后遵守之后 就不要太紧张 不要好像抱着恐慌度日 这种在中间 其实是需要这样一个 要用力去执行这样的流程 所以我说这是意志力 另外智慧就是 我想平常科技或是文明 都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 但是这一波的事件 病毒跟防疫的事情 其实把人类重新推回了一个很原始的七点 也就是生命非常的脆弱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极尽的做一些安全的措施 可是它都不是百分之百 那每天我们打开这个频道 要看记者会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点的紧张跟焦虑 这样子的心情其实是合理的 它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常态 只是以前我们比较少去正视它 但是现在在这个全球 受到病毒威胁的状况之下 人类终究要跟我们灵魂内部的 这个脆弱做一个对话 每天我们都有机会 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 你可以去想想 你自己的恐惧通常是怎么安顿的 那大部分的人 其实会承接不住 这一些沉重的思维跟感受 所以有些人会采取一种 心理上的切割 所谓心理上的切割就是 反正只要隔离跟检疫的人 通通控制好就好了 那我就照样过我的日子 哎呀聚会也可以聚嘛 吃个饭有什么关系啊 不会啦 这种常常在讲不会啦 然后没有办法去承载太多的压力的人 如果他是做好安全措施 那不是很OK的 如果他没有做安全措施 而是他觉得要想那么多流程 好麻烦喔 反正我就碰运气 这种人其实有时候是 心理上承载不住那么多的压力 那他们可能会 活在另外一种极端当中 当你的生活家庭 学校团体公司里面 然后我们的整个社会 出现这两种极端的人的时候 我想我们要能够 让这两边的人都看到 他们要往中间来走 然后就是活在一个平衡当中 如果这社会所有的人都过度的恐慌 我想很快一切全部都会停摆 那我们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 其实都有很多的医护人员 他们从来没有从工作的岗位上退缩 他们靠的是什么呢 他们靠的其实就是我们尽力的做好安全的措施 但是我们不能有太多的恐慌 有时候为了我们的职责 我们要去忘记那些恐慌 这就是把两边的这个思维跟功能 好好的综合起来 然后能够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站好的这样子的中间分子 这时候不是只有站在中间 而是一个中间 一个很稳定很稳定的中间坚定的位置 那有些人他过度的恐慌 可能连一些基本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到 如果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人的话 我们一定会毁灭 应该说病毒没有毁灭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就毁灭了 但同样的如果整个世界都是一些 觉得没有关系 碰運去就好了 我们每天都等指挥官说什么 我们就做啊 我们不用去思考啊 那我们的公司要不要有什么备案啊 啊没关系啊 到时候政府公布怎么做 我们再怎么做 这种依赖的性格跟怕麻烦的性格 如果整个社会都是这样 我们也是会完蛋 因为我们会过度的轻糊 那这些都考验着 我们能不能回到生命的本质 我们能够面对人类的这种脆弱 但是我们一直都是在脆弱当中 尽其所能的实现一些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样子的两期当中 摆当不安的话 尽量试着跟朋友啦 家人也许是不同性格的人 做一些讨论 观察一下别人是怎么去安顿 然后大家可以互相接近 尽量可以做一个合理的安排 同时也想提供大家一些建议 我想这样子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独处的时间 独处的时候不要只有等待 什么时候疫情过去 我就要恢复正常生活 我想这样等待 如果拉长了 会觉得非常的无奈无助 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焦虑犹豫的情绪 因此在不同的生活形式当中 如果你必须少外出少聚会 你能不能发展出替代的一些满足 你可不可以用一些方式 让自己觉得生活是受到控制的 那这个控制的对象 最好是生活的流程跟事物 请大家不要把控制的欲望 用在家人身上 这是很常发生的喔 因为目前的疫情让我们有失控感 所以很多人会对家人 变成说要索取这个掌控感 以前可能不会管他怎么看电视 现在可能就要管他看多久啊 坐在哪里啊 当然你见面的次数多了 你就有余力去管是没有错 可是我们要回来看看 从心理的角度看 你正在补足你从外面失去的控制感 那这能用在家人身上的时候 有时候会增加一些冲突 那你的居家 现在如果常常需要居家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不愉快 同时团体里面 如果本来有分裂的话 也很容易因为外在有一个这么大的压力 大家的分裂变得更明显 例如本来就看不对眼的人 如果有一个认为 现在我们要实施在家办公 另外一边的人就说 你们就是懒惰的那一边 或者就是没有工作热忱的人 两边的分裂就会变得更厉害 我想这是一个病毒 怎么样透过人心 来实行更大的破坏 它可能不只是在身体上面破坏 它会从心理上面去破坏我们很多的连结 希望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 也能够想到你如何能够做一点维持连结的事情 这是我们要抵抗这个考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而且在认真的关在家里检疫隔离的人 其实是在照顾着整体的安全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也都给他们一些的照顾一些问情 不要觉得说这一些好像是危险 或是什么一直只想要去做一个隔离 我们可以做物理上很好的安全措施跟隔离 但是所有物理上的隔离 是为了让我们的心不要分开 祝福大家在这段时间都能够更找到自己生命的力量 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安全的度过